在一个小镇上,有一对很好的朋友,他们俩都是穷孩子,一个叫倩倩,一个叫拉拉。 倩倩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,而拉拉呢,是一个喜欢钱并且十分自私的人,他们表面上是非常好的朋友。 可拉拉不喜欢跟倩倩玩,因为她觉得倩倩太穷了,拉拉喜欢跟有钱的朋友玩,因为有钱人会经常请拉拉吃东西,但有钱人也不愿意跟她玩,因为他们觉得拉拉穿的衣服太破了,拉低了他们的面子。 所以拉拉经常让倩倩到街上去乞讨,然后给自己买新衣服,因为拉拉是倩倩的朋友,所以她想着能帮就帮帮拉拉吧。 这一天,从天上飞下一个天使,她要找一个天使来掌管天庭,可这一切都被站在窗前的拉拉听见了,天使首先凭着年龄和相貌,选了倩倩跟拉拉, 但是天使还要测一测他们的人品和善良,于是她说过一日再带他们去天庭,转身自己却变成一个老爷爷,然后故意在马路边放袋钱,然后躲在屋后,这时却也被拉拉看见了,拉拉就故意从马路边走来,看到一个钱袋,然后装模作样的说, 嘿,这是谁的钱啊,那个人会不会很着急啊,我还是在这等吧。 老爷爷出来了说,恭喜你,通过了我的考验,现在我将把你带到天庭,请你去准备一下。 拉拉屁颠屁颠的跟着天使走了,现在天使还要测验一下倩倩,可拉拉却想自己一个人去掌管天庭, 她猜到了天使要测试倩倩,为了只让自己得到天庭的权利,她就去找倩倩,求她说自己很着急要一件新衣服,出门要是要到了钱,一定要拿给她,不然就要跟她绝交。 倩倩为了不让拉拉跟自己绝交,就记住了她的话,出门了,在路上她想着今天怎样去赚钱,可是却看到了天使扔的钱袋子, 她很纳闷,这是谁钓的,但是为了不跟拉拉绝交,她想都没想,拿了钱就跑。 天使对倩倩很失望,于是就叫上拉拉到天庭去了,而倩倩拿着钱袋坐在家里不敢出去,她等待着拉拉,可是拉拉很久很久都没有再出现。 小伙伴们,你们说,倩倩要是知道真相后,会后悔吗?她为了友情,偷偷拿走地上了钱袋,又是对的吗?